一化开天 天人合一 一气化三清 一呀 这个成语是最多的 一呢 这个思想也是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这个和和统一的思想 是镌刻在骨子里的 千年来流淌在血脉中 并且会一直下去 因为宇宙万物 它的本源只有一个 它的道理更是只有一个 前面讲 零就是一 一就是零 无就是有 有就是无 这个不是嘴上的辩论 更不是狡辩 我们要好好悟其中的道理 这个 魂缘一气呀 到家家 刚开始 天地宇宙是未分的 它其中有阴有阳 都在其中一个整体 后来 后来随着其中的 这个阴阳的自然的变化 轻轻者上 桌桌者下 这样 这样前地才分开 然后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文物 也可以讲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象 生八卦 有个四卦 这样 生生木星 我们讲 以后 后面讲这个区别 一生二 跟二生四 二生三的区别 这个随着时代发展这么快 显得尤其的突出 现在人呢 这个 社会 各种的欲望 各种的 物件 琳琅碗目 多姿多彩 是好 也是坏 现在流行一句话 这个 走得太远了 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所以说呢 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还有一句 初心一得 始终难守 所以说可见 一以贯之啊 到底 我们 要坚持